目前看来俄罗斯或许已经做好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无法续签的心理准备了 在美俄双方的合博弈中 俄罗斯另批蹊径打出了高超音速武器这张牌 方老师您觉得这招管用吗 我觉得这招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来讲 应该说还是俄罗斯方面能够采用的 非常有效的或者说它力所能及的一个最现实的选择 如果双方还继续按老的套路拼运载工具的数量 拼弹头的数量和当量的话 我想俄罗斯肯定会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情况 毕竟吧那个东西是要大把砸钱的 而俄罗斯现在唯一能够采取的一个不对称的对抗手段就是 我采取一新套路 比如说刚才你所提到的高超音速武器 那么我等于把这个过去的我们这个谈判那张桌子我先了 我不在那个里面跟你竞争了 你既然要在数量上压倒我 通过不续签那个条约 企图用核军备竞赛用钱砸死我把我压垮 那好我告诉你 我也要用另外一个套路另外一个手段让你现在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 都整个让你体系重塑 让你推导重来 让将它弃为无用一样的地步 那么这就是俄罗斯相应一个对抗的手段 所以你看这次俄罗斯在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 为什么先进行先锋导弹的试射 然后告诉你 你是不是很忌惮 那好如果你很忌惮的话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啊 这个普京总共调侃了一下 你没有可以我迈给你 这样咱们俩一起都有了 就可以一下限制了 当然这属于调侃美国人了嘛 甚至最终把这张牌打出来 如果你有意义的话 那可以 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跟萨尔玛特重型洲际导弹一样 咱们一起来列入削减的范围 所以它是把这个东西当作一张 可以制衡美国人的牌来打的 那么如果美国人愿意续签 那双方皆大欢喜 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的话 那这就是俄罗斯唯一的一张 可以有效的制衡美国企图凭借全面的战略和优势 压垮俄罗斯 应该说成为一张最有效的制衡的一张基盘